除了解放軍陸海空三軍 被網友稱為東風快遞的火箭軍部隊 近日也給軍迷送上了一份視覺大餐 一輪騎射就向幾百公里外送出了10個快遞 9月24號 《解放軍報》官方微博發布了一段 東部戰區火箭軍某導彈旅 依托野外駐訓場開展實戰化訓練的視頻 視頻顯示 該旅發射車到達發射陣地後 騎射了10枚東風11A短程彈道導彈 成功摧毀了機堡跑道等目標 場面相當令人震撼 此前在9月16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官方微博 東風快遞發布了一個視頻 展示了火箭軍發射一營 進行東風26導彈緊急野外拉動 以及實彈發射的畫面 視頻配上了應對強敵 我們有決心 有信心 完成祖國交給的各項任務 戰責必勝的文字 引發網友紛紛點贊和轉發 無獨有偶 在美國國防部9月初出台的 2020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中 東風26也遭到了特殊關照 該報告稱 解放軍東風26運輸起速發射車的總數 已從去年的80輛激增至200輛 報告沒有給出這數字的可信來源 但依然引發外界的廣泛關注 東風26是我國新一代固體中遠程彈道導彈 隔常兼備海陸通吃 據相關資料顯示 東風26的最大射程預計在5000公里左右 獨特的雙錐體帶舵戰鬥部具備機動變軌能力 可以精確毀傷包括航母在內的大中型海上機動目標